第872节 罗著 课前著 我在等今晚的课开始时 念了一封信给真听 这是我刚写给一位顶尖生物学家的 我请求他帮忙找一找 进化的视觉证据之原始资料 爬行动物的后代是如何一点一点 变成鸟类的形状的 我所说的证据是指这种图画 基于最可能的科学假设 所有那些中间生物 必然会有的外形 我也想判断一下 当这些改变发生后 它们在如此长的时间里 是怎么活下来的 据我所知 生物学家们并没有找到 过渡时期的化石 像那些已被发现的 单个的爬行动物与鸟的形状 因此我决定推而求其次 想找到它们必然的外形 在视觉上的呈现 但我很好奇 一只翅膀在发展阶段 会有什么用处呢 而且不知多少代 正在变成鸟的爬行动物 必须带着那些多余的复肢 直到最后孵出可以飞的 完全成型的鸟 大自然会以这种方式做事吗 我是个专业画家 我对那位科学家说 有时候会被一些 有关进化的问题 搞得一头雾水 所以考虑自己画一系列素描画作 来展示 比方说从爬虫类到鸟类的 变形过程 只想看看这样做 是否具有说服力 但每当我着手将结果 具体化为图像时 又会因为两个想法 而戛然而止 第一 当我在处理一些中间形状时 我就会卷入虚构与幻想中 而不是事实里 爬行动物到底是怎么变成鸟类的 这一过程中 有哪些中间形状 第二 我关于画素描的想法 也使我想到 一定有其他人早就这么做了 不止一次 而是很多次 所以我真正想做的是 请你给我最近教科书的参考数据 而且这些数据 要比我已有的 重要新物种起源的资料 更清楚 更精确 尤其是视觉资料 我更感兴趣 我在未知的十项 《卷2》附录12里 写了关于进化的内容 为了写出那篇文章 我做了研究 之后我仍很小心地 思考着这个学说 毕竟 甚至字典仍称之为 进化学说 我对真说 我觉得 如果科学想要被相信 它应该提出一些 可以使人合理信服的数据 如果科学想要谈生命之术 谈爬虫动物变成鸟 那么毫无疑问 我们有权看见所有的 或至少大部分 树上的叶子 而非只是树顶的叶子 当然 我的意思是 许多那些看不见的叶子 代表着那些缺失的 具体的 中间的 进化形式 那位科学家 也许根本不会回我的信 但这些问题 已经产生了 没有预料到的 有益影响 今晚 当赛斯结束了 树的口述之后 他站在他的视角 针对我们人类 喜欢成为进化的东西 给了一个绝佳的棕树 我打算把它影印下来 以便需要的时候 随时可以使用 也可以只是看看它的内容 科后注 10点23分 真说 今晚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到哪去了 我跑得这么远 就像没有身体似的 我能感觉到的唯一事情 是他试着找一些比喻 来解释进化的那一段 实际上 我得到的是 我感觉到 对那个与我们平常 实相如此相依的东西 我们似乎还没什么概念 甚至你跟我 不管我们有多努力 但是我这么说 并不是针对某个人 或某件事 我猜我得到的是 意识的某些部分 梦到了地球 并且一直在造访它 然后有些部分 在其中醒了过来 而暂时变成了它 它需要的东西 都已在那了 你是否意识到 在精英分子 愿意考虑这一资料之前 必须发生信念转化 我问 也就是说 它会毁掉 一个相信进化的 科学家的世界 要是它肯注意 这些资料的话 我的话提醒了珍 她今天下午在想 科学至少应该 考虑任何信息 不论它从何而来 然后从塞斯那 她知道她错了 那种信息会被认为是 非资料 因而被忽略 但没关系 因为就今晚 塞斯坦进化的资料来看 她显然在准备下一本书 梦进化与价值完成 见第八六九节结尾的筑记